Hello大家好 我是阿宁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 咱们的雪山观景餐厅 公布阿吉音乐观景餐厅 公布指的就是公布藏族 阿吉在公布藏语里面 就是国王的意思 这是我们房东取的名字 我很喜欢 这个就是我的餐厅 然后还画了一只龙猫 这是我的房东 我房东是世界上最好的房东 这是我们对面的邻居 是我们这个村的老村长 这里是一楼 我半年没回来 然后这边已经被牦牛们给占领了 然后好多村里的村民们 都把拖拉机停在我这个楼下 这边一楼占地面积有三亩 那边二楼二楼三楼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观景餐厅 那边就是南加巴巴雪山 这里有一座雪山 这里也有一座雪山 这个雪山叫做多熊拉雪山 然后翻过那个多熊拉就是摩托 这边都是葬式的沙发 这些都是垫子 这个沙发 这一对沙发加垫子 一千一 去年用心做的小花园 这是菊花 还有小玫瑰花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我朋友做的那个可以拍 南加巴巴倒影的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雪山被云雾遮住了 这边有的时候会出现双彩虹 两个彩虹 还有三条彩虹的 有时候 哇好惊喜啊 我的百合花 我的百合花居然 居然活了 去年我以为它都死了 但是我没有舍得拔 我好开心啊 我的百合花 这里也有 长芽芽了 太开心了 这些花就是隔山花 大家看 隔山花 哇 你好 你好 小朋友 这边是舞台 以前这里请了一个乐队 四个人 这里还有个电吉他 餐厅的灯用的是云朵 然后这里是 这里是咱们的厨房 厨房就有将近100个平方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三楼的观景餐厅 这边这三桌的视野是最好的 这三桌里面又是那一桌的视野是最好的 这边要改一个大客房 改两个吧 在之前餐厅 今天特别忙的时候 去年的4月1号 我们上上下下30个员工 还不包括我 嗯 我们30个员工都忙不过来 然后到现在你看 就是这样 因为疫情 我心里挺难过的 真是说不出个滋味 我们在大年30那一天 有200个人都才取消了 然后你算 一天营业额 我就算最低最低 营业额一万五的话 我只算一个星期 这就是十来万 然后现在暑假 去年的这个时候 每一天的营业额是在5000左右 但是今年我不知道该不该开 我害怕 我担心 他如果像新年的那个时候 你又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到最后又没有人怎么办 但是也没办法 压力 只有这样扛着 受疫情影响的小伙伴们 咱们都加油吧 加油 好好的 好了我是阿宁 创业的路上 翻盘的路上 西藏的故事 我慢慢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